好,大家好,我是北方网的风武烟 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Flex基础部分的第三讲 Eckingscript 3.0中的语法基础以及面向对象特征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本讲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第一个的话呢,我们会以很快的速度给大家来介绍一下Eckingscript 3.0的语法基础 第二个的话呢,是理解这个Eckingscript 3.0中的这样的一个面向对象的这样的一些机制 也就是说面向对象的基本的三大特征,封装继承多态 那么关于这个,它的面向对象的机制是我们这一讲的一个重点 我们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一讲的这个内容 那么因为这个,我认为听我讲座的这个同学们呢 大部分应该已经具备了一些语法基本的语言的一些基本基础 所以这里呢,我在讲这一章的时候呢,会讲的比较快 很多的时候恐怕我们没有这个代码的掩饰 因为我们在后面的时候,在讲到项目实战的时候 我们的代码基本上都是以敲代码这种方式给大家来讲解的 所以说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接触到这个Eckingscript语法 那么以及它的面向对象的一些机制 所以这里呢,这一节呢,主要是让大家呢 就是说,让我们的这样一个讲座形成一个体系 让大家一些临基础的同学啊 就是也很快的能够熟悉这个Eckingscript 熟悉这个Flex 那么大家知道Eckingscript 它是一种强大的编程语言 它负责呢,Flex应用的在那个业务逻辑部分的实现 和对应用程序的控制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用Flex做我们的Flex编程的话 那么它后台说是应用的语言 就是Eckingscript 有时候呢,我们又简称AS 它是这个,往往是和MXML这两种这个界面语言搭配着 来共同完成这个Flex的应用开发 所以说两者的话呢 事实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作用 在Flex开发里面 那么我们说Eckingscript是Flex player运行环境的编程语言 主要应用在这个Flex动画和Flex的应用的开发里面 那么Eckingscript实现了应用程序的交付 数据处理和程序控制等诸多的这样的一些核心功能 那么随着Flex和Flex的这样的像技术的发展 Eckingscript呢,也不断的划算变化 那么从最早的Eckingscript1.0,2.0 那么到现在的3.0 可以讲Eckingscript这种语言已经变得越来越强大 已经逐渐成为这个功能强大 符合规范的这样一个变成语言 可以讲丝毫并不亚于 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像CSAF、Java这样的一些语言 可以讲Eckingscript3.0的出现 无疑呢,是对这个Flex和Flex开发人员来讲 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强行计 那么特别是3.0 那么对于面向对象的机制呢 增加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使这个Flex开发人员更加的得心应手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Eckingscript3.0的语法基础 因为从我们学习语言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讲 就是说你学习任何的英文语言 那么最开始的时候 当你对这个语言不是很熟悉的时候 一般我们的这个 我个人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经验是这样的 就是说首先你要看一下这个语言的语法基础 那么拿这个语言的语法基础 和你的这个 你自己所熟悉的任何一门语言 比如说Java,Denite和做对比 那么通过这种对比的方式 你能够很快的掌握 那么你当前所要正在学习的这门语言的不同之处 从而很快的这个这个对它进行熟悉 那么然后我们就是说对于这个 因为我们这个无论是Java也好 Cashup也好 还有这个Flex Flex开发也好 其实我们都说它是一种快速开发的RID 这样的一种方式 那么我们如果要想快速的熟悉它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熟悉它的空间部分 那么对它的空间部分足够熟悉之后 可以讲我们已经就已经能够入门 然后就再去理解它的一些核心部分 一些核心的复杂的空间的数据绑定 那么以及呢 它的与数据交付的部分 这是我们这个就是说熟悉的 这个语言 或者说这个编程环境所对应的这个空间之后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那么最后我们会拿一个项目 或者说借鉴别人的项目 来捏捏手 那么就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就能够很快的实现一门语言的 从入门到进去 那么我们也是按照这样的一种思路 来给大家来讲解我们的整个Flex系列讲座的 那么实际上 Eckin Scrib这门语言 它是对我们来讲 其实很多同学当看到它这种语法规则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并不是很陌生 因为它的前生 或者说它是从 它是这个ECMA Scrib这门语法的一个基础 就是说从它派生出来的一门语言 可能这个有些同学听过我家的时候讲座的 可能就对这个ECMA Scrib这门语法就比较熟悉了 从这个ECMA Scrib这门语法 它派生下来有三种语言 一个是ECMA Scrib Earth 那么这门语言的话已经 可以讲现在很少用了 用在一些特定的环境里面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非常强大的这个JavaScript 还有一个就是Acting Scrib 可以讲Acting Scrib做的比这个JavaScript功能要更强大很多 因为它已经完全支持了这个面向对象的这样的一种机制 正是因为这个Acting Scrib它是基于ECMA Scrib的 所以我们可以在很多的地方可以看到Acting Scrib 甚至于就是说很多地方都非常像JavaScript 因为它又借鉴了一些高级语言的这样的一些优点 比如说C下部Java 所以说你在这个Acting Scrib这个这个里面 你也可以很多的看到这个Java和C下部的这样的一些影子 比如说它的包啊 它的既成啊 它的接口啊 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Java的这样的一个影子 那么它的这样的一种动态的这样的一种类 动态的一种语法规则 你又可以看到这个JavaScript的这么语法的影子 所以说我们学习这个Acting Scrib来讲的话呢 我们会觉得它如果你之前有过这些语言的技术的话 你会觉得它很容易上手 很多地方就都是似曾相似 好 那我们快速开始我们的语法基础部分的讲解 首先我们说这个理解它的语法语句规则 那么这里呢 我就和这个C下部啊 或者说和Java对比来讲 这样的话大家能够印象深刻一点 那么可以讲这个 Acting Scrib它用语法和语句的这种表达式 这个基本上来讲和C下部和Java非常的相像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为没有没有没有区别 基本上是一样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就就会讲得很快了 对吧 比如说F语句里面是一个球链表达式 然后后面是花科号 是吧 这样的一种规则 那么然后呢 它这个有一些这个特殊的字符 比如说分号 分号它就是用来作为语句的结束 作为语句的结束 那么冒号作为循环中的参数的隔离 那么这两种方式呢 也是跟我们这个以前 这个Java和C下部的这种语法 是非常是一致的 是一致的 那么这里大家需要注意这个 在JavaScript中 不在Acting Scrib中 它那种这种语法规则 比如说我定义一个变量 它是这样去定义的 那么和我们的这个Java语言和C下部语言它就有点区别吧 比如说Java语言C下部语言它是一呃 比如说定义整形啊 它是Int 然后然后后面是变量对吧 但它这个地方是这样的 大家看这种方式其实非常像什么呢 非常像的就是JavaScript的 非常像JavaScript的 大家看到这个V2就一定会觉得非常的熟悉 这个地方就定义了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名称叫做Number 这个变量的数据类型是Number类型 然后它的值同时给它付错值值50 然后呢给它付资等等 后面这个分号代表的是啊 这个它的这句这句啊 这个语句的一个结束啊 这个很简单啊 我们快速过一下 然后花课号啊和小课号啊 那么这个呢也是跟我们的那个C下部和Java语言是一样的 花课号代表的是一个语句块啊 就是当这个条件满足之后 他们执行花课号里面的多条语句 那么小小和号往往是用在这个像函硕的参说呀啊 改变运算的训续啊啊等等这个里面 这个跟其他语言都是一样的啊 呃文本啊 文本就是直接出现在代码中的字 比如说TroForce 0123等等 甚至于周创啊 这些都是文本啊 那么文本也可以组合起来构成这个啊 符合文本和用于这个对硕取进行措实化这样的一些工作 类似于这样的一种操作啊 啊 诸识简单说一下 啊 这个是我们在编程中不是不可 嗯 必必必然会碰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啊 那么在这个爱庭课号它的诸识呢 有颜色分别这么两种啊 一种是这个单行诸识啊 就是说在前面加两个斜杠啊 还有一种是多行诸识啊 斜杠星啊 那么这种做法和我们的这个C下部啊 一些加法课号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啊 还有为谁注释就是直接在我们的代码所在的行内添加注释 后面两个斜杠后面跟着注释 其实是跟这种方式是一样的啊 还有我们简单的来快速了解一下 爱庭水书三点点中的一些关键词和保留字啊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这些关键词和保留字呢 那么就是防止你在这个啊 就是说你写这个爱庭水书代码的时候啊 定一些变量那你千万不要和这些关键词和保留字啊 聪明啊 大家看这个里面的关键词 事实上跟我们以前讲这个ECMAscript语法里面 我们给大家提到这个关键词 很多地方都是类似的 基本上来讲 就是说你命名的 你对这个加 爱庭水书变量的命名 你不要命名为加瓦里面的关键词 和这一下子里面和这个加瓦script里面的关键词 基本就可以了 这个里面都涵盖了啊 比如说像 像这个package啊 像这个protected啊 public啊 等等 对吧 我们尽量的不要命名这些敏感的这些字符为我们的变量啊 潮量 在这个itingscript里面就是潮量这种做法 我们看一下潮量的定义 潮量和变量相对应 对吧 变量就是说在程序运行中呢 可以随时改变其次的让你个量 那么潮量顾名思义就是指无法改变固定值的让那个量 这样的一个属性 那么agency关键词呢 他新增加了一个潮量的那个概念啊 3.0中 那么他加入cons上的关键词来标记它是一个潮量 那么潮量也就意味着你在创建的时候 一旦确定他的值啊 那么以后就不能够再改变他的值啊 这就是程序运行中无法改变的量 比如说像这里啊 那么我们定义了啊 如果把这个cons的去掉 他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变量的定义 但是如果我们前面讲成一个const 他就变成了一个潮量了啊 潮量了 这是潮量 变量 变量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对吧 他需要注意他论 需要注意他就是语法规则啊 为二变量名冒号 后面是类型 后面是措施化数据啊 比如说这里面我们就定义了一个是均匀类型的变量 叫做str 然后给大家够措施子 好了 运算符啊 运算符呢 呃 和其他语言一样 他也是包含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长的运算符 包括像医院运算符啊 选速 转速运算符啊 关系运算符和这个逻辑运算符 那么这些运算符呢 和我们的这个加瓦C下部里面的运算符的这种方式啊 表达方式都是一样的啊 所以这里呢 我也不详细给大家讲解 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比如说他呃 大于号小于号 大于等于号不等于 他是这样的一种语法语法方式 对吧 那么罗进算这是并 这是货 是吧 大家看这种方式跟C下部和加瓦是一样的啊 还有两个特殊的这个关键字啊 第一个呢 叫做s运算符啊 他是用来检查数据类型是否符合要求的啊 如果符合要求的 这返回被判断的这个对象的格式啊 还有一个就是意识啊 往往这个s和意识呢 就是说 呃 搭配使用 这个就像相当于是呃 类型转换啊 s 那么我们在C在这个C下部里面是吧 我们也会有s这样的一个运算符 他这个s Ikin使用的s和这个C下部的s的运算符的这个 作用呢 都是一样的 那么意识也是一样的 他可以判断这个类 是否是某一种类型 某一种类型啊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type of 来判断某一个变量 返回这个变量具体的上的一个类型啊 比如说啊 啊 if i as number 这个地方 就是说把i转 如果这个变量是整形的话 啊 我们把它转成number类型 那么 当这个变量能转成number类型的时候 那么他就输出的是ok 保责输出的是low 啊 这个s和这个 呃 其实是一样的 也可以这个调译一个写子 如果 i is 啊 number啊 check 啊 这个就是可以判断这个说这个这个变量到底是某种类型 我们可以用as和yes来进行判断 来进行判断 那么这个as呢 还有一个数字就是说 呃 用于这个数据类型转换 这个后面我们还会讲到啊 type of也是一样 它可以判断某种类型 是否是啊 是某种 比如说i type of if i type of 啊 这个number 啊 就是说 啊 可以这样写type of 后面加上可号i 啊 如果等于number 啊 这样的造成一种方式 其实这种方式就是agging script语法啊 就是那个e c m a script语法 我们在这个加瓦script里也可以这样去用啊 三元运算符 这个三元运算符和那个我们c下符加瓦里面的三元运算符也是一样的啊 大家看这个例子啊 比如说这个定义了一个变量a 实际类型负个措施词 同时呢 有一个i类型的整形词 然后我们给啊 这个三元运算符判断啊 就是说如果这个a不等于啊 这个空啊 判断它是否好为空 如果这个字为真就执行后面这个表达式啊 否则的话就执行这个第二个表达式啊 这个输出的结果 因为呢 这个a呢不等于空 所以说它输出的结果啊 呃 应该是这个这个字是除啊 所以说输出这个结果 i i为e i为e 数据类型啊 数据类型 那么在这个 Akin Secure里面他他呢不能说它是一种无类型的 它它是一种有类型的语言啊 那么它基本的这样的数据类型啊 基本上来讲 呃和ECMA时候数据类型是一致的 但是呢 它本自身 因为我们说Akin时候的语言对这个ECMA这种语言法做了很多的扩展 所以说它自身也会扩展出一些这个数据类型啊 啊 像最基本的数据类型包括像波尔类型啊 硬特类型啊 Lens类型 Number类型 Strend类型啊 无符号整形 Avoid类型啊 这是它这个 基本的数据类型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基本的数据类型里包括波尔类型 这个Number类型啊 Strend类型 还有像这个Object类型啊 Array类型 Date类型 Error类型啊 Fanking类型 REGELP啊 这个代表的Sendervias类型 这些类型基本上加把Strendervias也具备 对吧 但同时才也增加了一些类型 比如说 Int Uint Void 还有像这个XML XMLList 这个地方也没有没有列圈啊 还有很多 这些都是操纵的 那么像我刚才说的是这几个数据类型 其实呢 就是扩展了ECMStrendervias的这个类型啊 当然还可以自定义这个类型的啊 自定义类类型 啊 这个地方总结了一下啊 就是说嗯 常用的变成的数据类型啊 一般呢 有像布尔类型 整形啊 无法整形 这个硕子类型 这个硕子类型就是说包括这个整形和这个 就是说那个复典类型啊 是进行object object的类型 object类型是所有的这个 嗯 相当于它是一个类啊 所有类的主线类 Rain 硕属类型 Void 无法号 就是说 相当于是返回值 没有返回值的啊 这个和加瓦斯下部这种概念是一样的啊 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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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常用的一些数据类型啊 然后我们看这个数据类型转换 那么转换的话呢 啊 可以分为这个 两种 一种是隐私转换 一种是这个显示转换 那么隐私转换什么意思呢 隐私转换它存在着一个兼容性的问题 啊 比如说你定义了一个整形 然后硬特类型 然后你复制给这个Lammer 一个类型 它其实就相当于是已经做了一个隐私转换 啊 做了一个隐私转换 那么显示转换 就是说我们通过通过这个代码啊 这个显示的把它强制类型转换 这个经常用在 呃 这个像面向对象里面中的特别多 对吧 比如说一个子类一个负类 那我强制的把这个啊 这个负类转换成某一个子类 对吧 这种方式 大概强制转换这种语法规则啊 比如先看这个例子 这是个布尔类型 那么我强制的把这个布尔类型 强制转成整形 大概是这种方法 这个数据类型后面加上一个课号 这种方式 啊 那么这个数据结果就为一 就为一 啊 因为这个在布尔类型里面 那么处就代表一 啊 那么force就代表零 那么除了这样写之外 其实呢 还有一种数据类型 就是as啊 这个地方没有讲到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写 就是Mapboard as 应的类型 那么它和这个 这种方式的区别就在于什么呢 跟这个我们的 c下方加化 这个高级远是一样的 特别跟c下方是一样的 就是说 如果通过这种方式 进行转换的话 如果转换失败 这个地方就会爆错 啊 但是如果我们通过as 这种方式进行转换的话 那么如果转换失败 它发挥只是难 所以说我们一般的话呢 还是比较推荐 用as这种方法来进行转换的 当然我们在后面 还要对它 在对它进行真正的运算之前 还要对它做一个判断 比如说if myint不代理难 然后再做后期的操作 我们下面再来看 这个acinsecret用的控制流程 那么也就是说 它的一些基础的语句的语法部分了 它有跟这个加瓦斯下部一样 有if else 还有这个if else if 这样的语句 还有开关语句就是switch switch 这种语法规则 和加瓦斯下部都是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不多讲 那么还有这个acinsecret用的 循环语句 包括了像for for循环 还有这个for in 这种方式 还有for一起in will do will break continue 那些关键字 那么在这里像for 还有这个will do will break continue 像这样的一些关键字 大家都应该非常熟悉 是吧 跟这个c下部加瓦都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里呢 不同的地方 实际上就是两个 应该讲一个 就是for一起in for in这种语法规则 那么在这个 加瓦斯里面 是非常常见的 for一起in 应该讲是 acinsecret用里面呢 就是说扩展了一种语法规则 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讲到 这个地方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函硕 那函硕在这个加瓦斯里面呢 那么在acinsecret里面 它其实呢 就是这个funk性这个类的一个 实例 可以这样去理解 那么这个函硕 我们因为我们后面编程 肯定都会特别是内容的方法 我们很多地方都会用到 所以说呢 我们这里呢 不做小细介绍 只需要注意它的这种语法规则 就是它语法规则的前面就是它的这样的一个范围 就代表的是这个函硕是什么 就是说它是它可见区域 有private public protected 等等 这个基本上来讲 通C下 或者通加瓦 然后funk性 然后后面是函硕的名称 然后是参数 然后是反徽之 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它这种特殊语法 这种语法规则 和那个就是说 加瓦也好 和C下部也好 这种语法规则 差别的还是比较大的 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好 前面就讲到了这个一些基础的 这个Akin Secure的一些这个语法部分 那么后面呢 我们早上给大家讲解的就是 这个Akin Secure三点点中的面向对象的一些机制 那么我们将会给大家讲到一下这样的一些内容 首先我们要理解这个类对象和类型 然后呢 理解这个面向对象中的封装 在Akin Secure中是怎么实现的 那么以及Akin Secure中的包 理解这个继承多态 那么以及静态静态 包括静态方法静态内 然后能理解接口以及呢 操作的类型 这些方面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Akin Secure中的包 那么Akin Secure中的包 它的关键字呢 是package 那么这个呢 如果熟悉加瓦语法的同学的话呢 那么对这个应该是非常熟悉 因为它这种语法规则 就是模仿这个加瓦的 因为和加瓦中的这个包的概念是一样的 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使用高 使用包 使用包 那么包 其实和我们C下部里面明明空间的概念 也是一致的 我们使用它的目的主要有两个 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利用包 或者说明明空间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么来实现 来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多个程序员分工合作的时候 存在着的这样一个类的从没问题 也就是说 我这个程序员 我们分别分工多个模块 那么模块做完之后再一块整合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出现在一个程序里面 有两个相同名称的这样一个类 那么就会出现整合 就会出现问题 那么我们可以利用包 很好的解决这样的问题 也就是说 可以存在着 不同的包里面 存在着相同的类名的 这样的一个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它解决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类的同名问题 那么第二个我们利用包呢 可以使我们的这样一个编程的这种 这种这种规范 更加的严谨 或者说这个使我们的类 更加的这个 这个更好的去管理我们的类 更加分门别类的 可以去管理我们的类 我们可能从可以从这个特定 意义的这个包的名称 可以很快的找到我们想要找到的 特定功能的类 所以说它主要有两大方面的作用 那么这是包 另外这个包呢 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 也是同家吧 就是说 艾京水重点的这个包 那么它所对应的实质上 对应我们的磁盘上面 就是一个文件夹 所以说呢 这两个这个两个概念实际上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 你有这个包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在你的磁盘上面 有对应的文件夹 放出的话呢 那个语法上面 它就会包错 好 我们看它的语法规则 它的这种语法规则 就是package包 后面是包的名称 然后画个号 然后里面我们就可以写多个类 写多个类 这是包 那么然后我们再看这个 艾京水重点的类 对象和类型 这一章我们说过 我们会讲得很快 因为我们还是会认为 大家已经有在这方面的基础了 我不想在这个方面 浪费太多的时间 所以我们更多的是 讲一些语法的东西 那么关于这个类 对象 这个类的这个 就是说设计 那么还有 这个继承风筒多态这一块 它的具体的设计 那么我想它是这个 属于设计模式这一块的内容 也不是说我们一句话 两句话能讲清楚的 也不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重点 所以呢 我基本上就不设计 我仅仅从语法这个概念上 去讲解 艾京水重点的面向对象 好 我们来了解这个类 对象 以及类型 这三个概念 那么类 实际上 无论任何语言里面 类它都是 都会给它解释为 创建对象的模板 就好像这个 我们这个工地上 我们要想去建房子 我们首先要有 这个一张工程的图纸 相当于是一个设计的 一个图纸 类相当于这样的概念 那么对象就是类的实例 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图纸 创建出来的大楼 就可以理解为 是这个图纸的一个具体的实例 类型 我们如果从语法的规则上 去理解这个类的话 那么类就可以理解为 是一种特殊的 自定义的这样的一种复杂类型 矜持而已 跟这个整形 布尔类型 这么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区别 只不过它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一种数据类型 分装 在Egonsure 3.0里面 那么对于类来讲的话 它可以使用以下四个属性之一 来进行这个类的分装 那么包括了像Dynamic File Intel 和这个Public 那么Dynamic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相当于把这个类 声明为动态类 这是Egonsure 3.0中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种语法规则 就是说正是因为这一点 使我们Egonsure 3.0中的语言 非常的灵活 它容许这个在运行期间 向这个实例添加属性 这就是类似于一种动态的语言 那么因为它是从 ECMA script的语言 派生过来的 ECMA使用的语言 我们就可以认为 它是动态语言 所以说呢 它在这里给它做了一个加强 也就是说 如果你声明了这个类 你希望在运行期间 能够动态的给它添加属性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把它定义成Dynamic 当然这种方式有优点有缺点 优点就是很灵活 功能很强大 那么缺点就是正因为它太灵活了 功能太强大了 所以说就可 有可能导致我们在使用的活动中间 会出现一些 就是说人为的不可控制的 这样的一些Bug 然后File File 就代表了 就是说 它是不可有其他类扩展的 不可有其他类扩展的 这样两个类 那么这个 这个File 同这个Java 这个类里面的这个File 上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它是不能够再有其他类继承 类似于Ctap里面的Cell 这样的类 Intel Intel呢 是默认的 也就是说 仅仅这个类如果前面不声明 它默认的 就是说 就是Intel的这种类型 那代表是在这个包的内部 可见 那么离开这个包 在其他包 它就不可 就不可见了 虽然你即使引用这个包 它也不可见 Public Public呢 就是说 代表是一种最大的权限范围了 也就是说 对所有位置 只要你引用这个包 你就可以引用这个Public 这个包里面的Public 声明的 这样的一个类 对所有的位置也都可见 所以它这种语法规则 比如说声明一个动态类 它就类似于这样的 类似于这样的 那么 然后这个类体 这种语法规则 比如像这样 我们就类似于这样定义了一个 File这种类型的类 Class Class 然后呢 这个类名 然后里面有两个静态的方法 当然 所以这个点 我们又随便提到了静态方法了 对吧 这个静态方法 这个类的静态方法 这个概念 Acting手上里面 和这个其他高级语言里面的概念 实际上是一样的 代表这个方法 它是 类里面的一个方法 是属于类的方法 并不属于实类的方法 那么当我们把这个方法定义成为静态方法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只能通过这个类的名称 去引用这个静态方法 那么 Acting手上里面 3.0里面 那么相对于 Acting手上里面 2.0里面 有一个加强 就是在于 它容许在一个类里面 既使用静态方法 同时也可以使用实例方法 也就是说 前面没有实例提到 这样的那种实例方法 这个在以前 Acting手上版本里面 是不容许这样做的 这个地方 先提一下 那么就像这样的一个例子 就这个地方 我们就定义了一个类 那么它前面没有声明 默认的是什么呢 默认的是 Intellent 然后里面 事实上我们定义了一个静态的变量 然后呢 一个实例变量 可以这样去讲 那么然后我们在这里 创建了这个类的实例之后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通过类名这种方式 直接访问我们的 静态变量 或者是静态方法 那么通过这个实例 访问我们的 这个 就是说 实例的变量 实例的变量 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都是可以 都是可以的 好 接下来我们会讲到这个 类中的构造函数 静态方法 实例方法 那么以及呢 GateSide充取器 这个绑定方法 我们后面会讲的 这一节里面 我们先不会讲的绑定方法 构造方法 那么这个 Equistron构造方法的含义 那么和这个 C-Shop加碗里面 也是类似的 那么也就是说 当这个类创建的时候 它会执行这个构造 构造函数方法 那么构造函数方法的 定义非常特殊 比如说 在Equistron里面 这个构造函数 它就是一个 没有数据类型的 大家看 这个函数 没有任何数据类型 我们知道 如果一个函数没有数据类型 它也必须是Void 对吧 但是这个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非常特殊 它没有任何数据类型 而且它这个名称 这个函数的名称 和我们类的名称 是一致的 那么这个就表明 它是我们这个类的一个构造函数 当我们创建这个类的实力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掉这个构造函数 来执行这个构造函数里面的代码 这个跟其他语言是一样的 近代方法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就是通过这个Static这样的方法 可以把某个类的方法 给它定义为近代方法 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定义成近代方法的话呢 那么就可以通过类名直接引用 那么这个地方需要注意 就是说 这个近代方法 如果是实力方法的话 我们呢 可以通过Race这种方法来直接访问 但是如果是近代方法 我们就不能通过Race来访问 我们这个类里面的信贷方法了 因为这个Race它代表的是一个实力 我们不能通过实力来访问近代方法 或者说Soufer Soufer代表访问它的负类 这个和Java里面的语言是一样的 概念是一样的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 与其他基于类的这个变成语言不同 AkenSoufer代表论的近代方法呢 是不能够被继承的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还有就是get set充取器 这个呢 是相当于这个AkenSoufer 它借鉴了这个C-Sharp 借鉴了C-Sharp的作法 就是说 我们可以理解为AkenSoufer里面的属性 AkenSoufer里面的属性 我们知道在C-Sharp里面有个概念就是属性 对吧 在加网里面没有 加网里面它有一个get什么什么 set什么什么 往往通过get什么什么 那么来去读取某个类的对外封装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私有变量 那么通过set什么什么 实际上是通过这个给这个 Doron Set这个方法 那么给这个类的这个某一个私有变量去复制 通过这种方法能够对类的这样的一些核心数据进行一些保护 当然这种做法就会让你觉得很别扭对吧 我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去操作同一个 同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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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变量 所以呢 在C-Sharp里面就做了一个改进 用属性这种方法做了一个改进 那么同样的在这个AkenSoufer里面 它也是可以通过这个get set这种方法 那么来类似于C-Sharp里面一样 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改 就是说 封装 那我们看下它那种一句法规则 比如说这个地方举一个例子 这是这个类啊 叫做get set 这个类里面有一个私有变量 啊 私有变量 那么这个私有变量呢 之所以定义私有我们的目的就是说它很重要 我们不想对外直接对它进行访问 所以我们封装了两个读取器 封装了get一个get一个set get也就意味着 读取它的值 set就意味着外部的值通过它 付给付给它啊 所以我们对它做了一个封装啊 那么然后在这里我们创建了这个类型的实例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属性的名称啊 大家可以注意看它俩 它俩这个就说名称是一样的啊 一定要注意前面有个get set啊 一定要注意这种语法规则 通过这种语法规则创建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这种方法对它进行复制 当对它进行复制的时候 就调用这个方法 set方法 当读取它的值的时候 就调用它的get方法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做法 就非常像啊 这一下子里面的属性啊 那么这个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 Eckenscrime里面的属性啊 这个地方输出的结果就是test 那就是test 所以这个呢 这种语法规则是 Eckenscrime里面 三点里面所特有的 所以这个地方需要提醒大家 所以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进啊 好 还有一个就是类的枚举 类的枚举 这个类的枚举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Eckenscrime里面呢 啊 事实上呢 啊 并没有 每一句这样的一个 他并不支持每一句啊 并不支持每一句 不像这个C下方里面 他有 Enam的那个关键字 加完 这个Eckenscrime里面没有 但是呢 我们可以这个去模拟 啊 这种每一句啊 这种每一句类型 我们说是每一句类型 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每一句类型呢 至少有两个好处 好处啊 第一个好处就是说 他增强了 这样那个类的 就是说 增强了这个代码的可读性 啊 第二个呢 他也增强了这个代码的安全性 啊 增强了代码的安全性 啊 那么这里我们看 我们怎么样通过类来 模拟这个枚举 啊 我们可以定义为一个 不能够被继承的这样的一个类 然后在里面定义两个静态方法 而且是静态的常量方法 啊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当然也是创建了一个枚举类型 这个枚举类型 有两个啊 有两个属性啊 一个是啊 这样的一个属性 一个是这样的一个属性 对吧 来 那比如说更加低的一个应用 比如像这个地方 我们有get date 返回的是一个枚举类型 这个地方 能有这个枚举类型 假如这个对啊 我们定义 自定义的一个枚举类型 啊 然后这个里面 就可以根据这种方式来创建 啊 大概这种方式的写法 就更加的 就是说严谨 而且呢 更加易懂啊 不容易出错 好 刚才讲的是封装 那么继承啊 继承在这个 Eckings 里面啊 和这个其他 和这个加 加瓦 实际上是一样的 他也是利用这个 Aten的这个关键字 实现继承啊 实现继承 那么我们说继承的这种的好处 最重要的 恐怕就是代码服用了 对吧 啊 看一个例子啊 这个地方定义了一个 形状 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么里面呢 有一个方法 就是Area Area返回的是 啊 这个Number 这种类型 然后呢 我们定义了一个圆形 啊 Circle 然后继承于这个 啊 图形 然后呢 它的这个半径 这样 它有个半径 对吧 定义了一个半径 啊 然后呢 措置之为1 啊 然后我们重写了Area 因为它继续上的面积 对吧 那个图形 有各种各种的图形 所以在这里 它没有办法去实现 然后在这里呢 那么我们重写了 overread 这个overread 后面还有讲到 对吧 重写了这个方法 啊 这个跟Java和Syshub一样的 也是一个overread 啊 大家需要注意 它这个overread放在前面 是吧 啊 然后里面重写了它 对吧 π2的平方 对吧 啊 这个π应该是 啊 就 就是Math 这个静态内了 对吧 这个内的一个静态方法 啊 然后呢 那么 还有一个矩形 啊 矩形 矩形就是 也是重写了这个 面积的方法啊 反为的是边边长的平方啊 边长的平方啊 那么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也是一个很典型的继承啊 以及重写了这样的一个低值啊 就刚才讲到的overread overread 对吧 那么 对于这个呃 重写或者说是覆盖啊 覆盖 那么有一些注意事项 这个地方列举了一下啊 那么第一个覆盖方法 表示重新定义 以继承方法的行为 那么静态方法不能被继承 也不能够被覆盖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I can say 3.0 啊 那么但是实力方法 可以由内继承 也可以覆盖 只要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那实力方法中的积累 不能是filer这种 关键证明的 如果这个关键证明的 还是不能够被继承 也不能够被覆盖 啊 然后呢 实力方法积累 不能够使用perread方法 证明的 如果你的积累是perread方法 证明的 说明你这个积累是不允许被继承的 不允许被继承的 啊 那么要覆盖这个条件的实力方法 实力认同方法 必须使用overread的关键证 啊 且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 与方法的超累的版本相匹配 哪几个方面呢 第一个 就是说覆盖方法 必须与积累方法 必须与积累方法 具有相同的参数 参数的硕目 啊 比如说覆盖方法 呃 负肌累的方法 有有有有有 有这个一个参数 那你子类的方法 你就不能有两个参数 啊 那么第二个 就是覆盖方法的参数 必须与积累方法参数 具有相同的数据类型注释 那也就是说 这个数据类型 必须相同 比如说积累里面 有一个方法 它是真心 那么你在覆盖的这个子类里面 那么你就不能够把这个方法的数据类型 给它更改为啊 其他类型啊 那么覆盖方法 必须与积累方法具有相同的一些 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 对吧 啊 但是呢 就是说覆盖方法 跟参数名呢 不一定啊 一定要跟那个 积累中参数名相匹配 只要参数和每个参数的数据类型 数目相匹配就行了 也就是说 你这个积累中的这个参数的名称 比如说叫做 A 啊 整形 那么你的子类中的这个 覆盖它之后 那么你这个参数的名称 你可以随便定义 比如说叫index 这样也是可以的啊 还有包括覆盖的getter和setter 它也是可以被覆盖的啊 如果我们想覆盖负累的属性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覆盖啊 public overrate啊 这种方式来进行覆盖啊 overrate这种方式啊 接口啊 接口是在任何的这个 这个面称对象变成语言里面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啊 啊 那么 我们知道 既然定义接口 它就是不能实现啊 那么这个接口 iqin主任接口的概念 和这个 啊 加瓦的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样的 它也是通过这个interface 这个关键实现的 那么在接口里面 它是只能够定义这个属性 或者是方法的 它是不能够去定义室有边量的 而且呢 需要注意的地方 前面也不能够有任何的修设服务 啊 这个地方你不能写public 或者它会有语法错误 啊 那我们在类中实现接口啊 那这个关键字呢 就是implement implement 这个和加瓦里面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定义了一个 接口 是吧 一个接口 啊 那么然后当我们去实现这个接口的时候 啊 这个地方上有两个接口 一个是i alpha 一个是i beta 对吧 然后当我们去实现这个接口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方相当于这个类 实现了两个接口 一个是alpha 一个是beta 接口 啊 然后这里我们就必须实现这个接口里面说 对呢 这两个方法 这两个方法 啊 这个和其他语言呢 高级语言呢 基本上是类似的啊 是类似的啊 呃 那么在实现接口的一种 实现的方法 必须具备以下这样的一些 这个要求 那第一个就是说 要使用public 访问这个标准符修实 啊 也就是说 在接口里面的方法 肯定是要求公开的 啊 你不能够实现这个接口 然后把这个方法 给他访问修实书 给他定义为这个private 啊 它是不容许的 第二个使用与接口方法 相同的名称 要接口里面的方法 是什么名称 那么你实现这个类的这个方法里面 也必须啊 是这个名称 第三个就是要以后 拥有相同数量的参数 每一个参数的数据 都要与接口方法 参数的数据类型 要匹配 啊 这个 呃 跟我们之前讲的 那个overread的概念上 是一样的 啊 第三个 要求使用相同的数据类型 要求相同的数据 这是我们实现 在内容实现一个接口里面 必须注意的 这样一些 注意事项 啊 呃 时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呢 就给大家呢 今天的内容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那么最后呢 我们给大家来总结一下 那么我们今天呢 主要讲到的这个 AgenSquare 3.0的一些基础语法 那么以及呢 它的面向对象机制 啊 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 这个AgenSquare语法 它是从ECMASquare语法 继承下来的 那么同时 它也借鉴了 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高级语言 像CG 像CG 加瓦 这样的语法规则 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AgenSquare 3.0里面 很多的地方都会有 这个Java 啊 CShop 那么和这个 JavaSquare 这样的一个代码的 语法的那个引进 啊 所以呢 大家学习这个AgenSquare的时候呢 很多的地方 啊 那么你都可以去借鉴 啊 这个Java和这个JavaSquare 啊 那么然后我们讲到了 AgenSquare里面呢 这样那个继承封装 啊 多态 那么这个 嗯 JavaSquare里面的 AgenSquare里面的封装 它也是利用的包 那么以及它的访问修设服来实现的 啊 那么它的访问修设服 那么基本上和我们的C下 Java里面的访问修设服 也是一样的 它是通过Private 啊 Private 呃 然后呢 Public 啊 Intel 呃 这个Protected 这几种类型 啊 那么这个呢 大家只要使用过这个Java 或者说是 这下部中的语言的话 那么大家都应该对这几种数据类型 啊 访问修设服 啊 那么应该非常了解 我在这里就不多讲 啊 包 那么AgenSquare的包 它继承呢 是这个Java里面的那个包的概念 那么这种语法规则 以及它的关键字 啊 那么包括它的注意事项 那么都和Java里面是类似的 啊 Gton 它也是借鉴的这个Java 使用的是Agen的这个关键字 啊 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说 我们可以呢 通过Overlay的这种方法来实现 那么Gton 附列的某一个方法之后 同时呢 去重写这个方法啊 那么当然就说Overlay的这个关键字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它是放在最前面 是吧 哎 那么然后我们还讲到了这个AgenSquare里面的这样的一个 呃 方法和属性 当然注意这个方法的这种语法规则的定义啊 然后它的属性是Gat Static 两个两个这样的关键字 那么它实际上这一点是借鉴的这个C-Square里面的属性 然后我们还讲到了静态方法啊 以及静态变量 是吧 Static修饰 那么其他的注意事项 那么最后我们讲到了接口啊 讲到了接口 那么接口的话啊 实际上它是通过Interface的关键字实现的啊 那么我们要想实现这个接口 我们必须通过InPlyman推行这个关键字来实现这个接口 那么这种语法规则 也是通加瓦啊 所以说很多地方 那么我们可能都会借鉴这个加瓦和加瓦水分数的语法来理解 Eckin's Crip 那么由于我们后面很多地方都会用到这个 Eckin's Crip 这个这个这些语法和人民相对象机制啊 所以这里呢 我们单独提出一节课 给大家呢 简单快速的来浏览一下这个Eckin's Crip的一些语法特点啊 那么也是由于我们后面很多地方都会用到这个Eckin's Crip的这个这个语法啊 所以呢 我在这一节里面我们就没有啊 通过代码去给大家演示了啊 因为我们后面会有很多的机会啊 好 那么这一几颗内容呢 我们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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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